喂,你好 来,师父,你好 你好 等一下,师父 现在能听得到吗,师父 听到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师父 然后如果有问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菩萨原谅,请师父原谅 是这样的,师父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情 抱的心态不同 那他销的业障也是不同的 然后就像咱们就是 如果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像香港法会没去成 机票退了的话 然后有的人是抱着很欢喜的心 就是说哎呀,太感恩菩萨 能够让我去销业 然后有的就会去埋怨 那这样的销业的程度是一样的吗 是这样的 一个随缘销业法 随缘销业法就是这个厄员来了 或者这个事情不顺利来了 我就随着他的缘分去削掉他 你可以削掉一大半 哇,那知道了 感恩师父 你举个简单,我举个人间简单例子 好吧 比方说,你今天脚痛了 去看医生 对啊 对 医生跟你叫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随着医生做 你是不是脚就消肿了 对,好的会快一些 对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反正就跟医生讲 这个医生你认为他有问题 我不知道他做 我再去看 看了这个,我又觉得不满意 我再去找一个医生看 等你三个医生看下来 你脚腫得像馒头一样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师父 不随缘 有时候要随着缘分到了 哎,正好找到这个医生 哎,还没下班 哎呦,很开心 就是这样 是 现在反正就在生活中 学佛了之后 就是更多的事情 就是去随缘 能做就做 不能做的话 就随着这个缘分去做 对了,对了 嗯 也不伤心 也不难过 因为这个缘分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师父就经常这样的呀 我去做件事情 对呀 跑得去人家店关门了 我就说 对呀 可能是缘分不够 或者就是说 正好给你个机会 是的,是的 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做到很多事情 哎,觉得好巧 哎,就算了 正好关掉也是为你好啊 有些事情 最好的安排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呀 哎,真的是 因为你学佛了呀 傻姑娘 对,是的,是的 你觉得菩萨在你身边 那一切不是最好的安排吗 对呀,对呀 真的是这样 今天早上我又深刻的 体验了这句话的 那个意义 真的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了 嗯,讲了对了 嗯 我应该可以 typically把你脑袂褑